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PHP 使用的方式 比如说默认识过滤掉一些符合价值条件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上节课 咱们学的一个回调函数 过滤数组元素 对不对 那这节课我们再来接触一个 也是处理数组的函数 那其中也是用到回调函数的 当然了还有好多 咱这些 先调一些重点的说 看这个函数 它是干嘛的 对数组中的每个成员应用用户函数 什么意思呢 什么就对数组中的每个成员应用用户函数啊 数组中如果有10个成员 对吧 对 如果每个成员 每个元素 你都可以用函数进行处理的话 是不是都可以对每个元素进行加工啊 然后得到一个加工后的结果啊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参数和反规值 则说了用一个函数需要用几部分 对不对 那找到这个函数 哎 在这就在这 对不对 看下呢 它的功能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就什么 对数组中的每个成员都应用到函数 对不对 有10个成员 让10个成员分别应用到函数 那应用到函数呢 不光是值应用到函数 您借才应用到函数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参数 第一个参数 需要传一个什么 你要处理的数组 对数组中的每个成员 这个对数组的这个数组 需要传到这个第一个参数来 对吧 而且这块是一个什么参数呢 对吧 应用参数 也就是这里边处理完之后 怎么的 外边的函数 是不是就会跟着变化啊 对不对 所以这块怎么的 不需要返回一个数组了吧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 咱们在做成绩的时候 特别是数组 对吧 如果你想要原数组改变 你就把一个引用传出来 如果原数组不想改变 对吧 而也想要改变后的结果 你就处理完之后返回这个值 对吧 那它的 这边既然传引用了 那返回值就不一定是数组了 对不对 而返回的值是什么值啊 也就是他处理成功失败的一个值 对不对 那第二个参数是不是就回调函数了 对吧 那咱们就需要研究一下回调函数的什么 这个参数 对吧 是什么 就是这个手册这里边写的有点太多了 对不对 咱也不看手册 咱们自己用实验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吧 只要知道第一个是数组 第二个是不是参数 好 那我们这话就做一个程序 我们打开 我们这个 看这咱们是不是得先升名一个数组 对不对 大老佛A 这是一个数组 我随便升名几个值 比如这里边有12345 上山大老虎 对吧 升名一个数组 那这个数组呢 我现在想用什么处理呢 看一下 用到这个函数 对吧 A R A Y 下发现什么 对吧 这个还是处理 对不对 咱就并过来返回值了 对吧 就是一个真假值 第一个参数是不是就这个数组 第二个需要传一个自己的函数 对不对 My F U N 对吧 那我在这块 写一个函数 Faction My F U N 是不是这样这函数没有传出来了 对不对 现在看一下 是什么呢 我打印一下原数数 处理之前 我打印一下这个数数是什么样的 到了北 对吧 然后我这块输出一下话行 处理之后 我再打印一下这个数数 又是什么样的 这样都能对比 看一些事 我对吧 打印一下 到了北 我这块再输出一下话行 这样的结果吧 那现在这个函数怎么处理呢 咱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参数 对不对 手册的当然说明了 但手册看起来太繁琐了 对不对 那我先加一个值 咱们猜一下 既然是对数字中每个元素都拥用这个函数 对不对 对数字中每个函数都拥用 就是每个元素都拥用这个函数 那肯定把这些值分别都传给它 比如第一次 这个函数将数字怎么办 它会分别将数字中元素 依次传给它处理 对吧 那我这里边就处理一下 比如说 处理什么呢 返回或者输出吧 你看输出一下 $VLUE乘以$VLUE 对不对 然后换一下行 我这里边怎么办 只是输出元素都没有一样的改变 对吧 我只是输出 好 我们看一下运行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会不会出错 还是能回调函数那个参数的不够 对吧 来 看一下 数组改变了吗 数组改变了吗 哪一改变 但是值打哪出来 12233455 怎么是122345 我是连接的 对不对 对吧 对吧 这样的话是分别把值 依次传到这里边去 看到了吗 那现在问题是什么 我这会儿只是输出了 我对这里边值有改变吗 对 没有改变 对吧 那没有改变 你看一下 那我这个数组也没有变化 咱说处理完之后 是不是想元素组变化 咱们大部分函数 是不是都需要有反位值 或者什么呢 对不对 如何让这里边对这个值变化 你看 我现在这么写 我现在不是不值了 为而为值 对不对 等于传进来的值 乘以传进的值 我对这个值进行改变 那这个值改变了 是不是传进值就改变了 那元素的值会不会改变 对吗 改变了吗 为什么没改变呢 为什么没改变 对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引用 是针对这个变量的引用 对不对 而这个变量里边的每个值 都想用这个函数去操作 对不对 而这里边每个元素 没有加引用 对不对 所以我在这个声明的函数里边 如果加个引用 这样的话 数组的每个元素传进来 是不是就引用传进来 再把这个引用改变值 改变值 是不是元素的值就改变了 那我们看一下 用这个处理完 能不能得到我们的平方数 149625 是不是得到了 对吧 如果你想在这里操作 对元素的执行改变 这会儿需要加一个什么 加个引用 好 这是咱们第一个程序 保存1.pd 好吧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只能处理值吗 能不能处理下标啊 对 那我们就需要第二个参数 听了吗 那怎么用第二个参数呢 我这就不用引用了 我直接答应好吧 那这里边如果声明第二个参数 ky 这样的话 我们既能接到值 也能接到下标 那我假设这里边 下标我现在处理一下 好吧 万这是下标 然后这块 兔是下标 这块 二一三下标 这块 后下标 这块 fi v e下标 可以吧 那现在 如果传两个参数 传两个参数 那咱就能做到什么 对 依次将数组中的剑和值 记得剑和值在哪是对调的 因为先处理的是值 后处理的是剑 对不对 那看一下 能处理到呢 我输出什么呢 你看 Doll k e y 对不对 剑当于 Doll v 值 我放下行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既可以处理剑又可以处理值 都拿到了 那我们看一下结果 是不是我们看到的呢 是不是剑和值都拿到了 对不对 原始组 当然咱们已经没改变 对不对 我只只要你看到 既然这行人处理 剑和值都传进来了 你在这里边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对什么 当然了 还记不记得咱们学过什么 咱们学过一个什么特点 是不是匿名函数了 所以以后既然选了匿名函数 对 我的习惯写法是 怎么办 匿名函数在这里写 这样方便一些 faction里边传微流值 传key件 看到了吧 然后后边分号 里边是不是一个好像大块 在这里边处理 是不是分别将数组中的值传给他 数组中每个元素件传给他 那我这里边想怎么处理 是不是就怎么处理 对吧 那看一下 现在我还是输出一下吧 好吧 输出 dollkey 然后之后用箭头这个表示 你看到这种方式也行 对吧 来 我们运行一下 你看 是不是也可以 对吧 如果想对原值改变 我只需要干嘛 这块加个引用 对不对 对吧 我处理完的东西给谁 想说 我这块加一个 再给回原值 这不就把处理原值改变了吗 对不对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每个的原值现在这里边就发生变化了 你看数组里边万对应的值是不是这个 兔子也四对这个 对吧 这是刚才的一个结合 所以这种灵活方法是不是都行啊 这块咱们再保存一下 这是第几个了 第2个 对吧 每个例给大家保存一下 然后我这块 你看这几种方法都可以了 我现在就不用这种方法了 既然能学会用秘密还是这种方法 对不对 这块刚才咱们回到函数 我是不是生命两个参数啊 Faction 不用起名字 起名字的话它也得掉 对不对 两个参数 现在都知道什么了吧 一个微柳 是不是也可以加引用 然后第二个是件 对不对 那能不能有第三个参数呢 对 比如说一个字符串 对吧 可以有 如果这里有第三个参数 那是分 则说了 头一个是数组中每个什么 值给他 数组中每个下标给他 那这个什么给他呀 因为想这个函数处理的时候 这个函数是不是就在 这个函数里调用了 微调对不对 处理的时候 需要给这个函数 传一些额外的东西 你可以在这个函数的 这个函数 它可以有第三个参数 真的吧 传一个数据 比如说 我传一行 净号 看到了 也就是这个函数的第三个参数 会传给回调函数的第三个参数 供你在回调函数里处理 比如说这里边有输出 什么的 这话 输出 KY件 然后这话输出 $STR 是不是第三个参数 再输出 $V就值 也就是这个件和值中间连接符 我通过这个参数传什么 连接符就是什么 对吧 然后我再换个参数 来你看一下结果 是不可以啊 对吧 是不是出现了 能理解这个问题吧 这个里边传的第三个参数 就是通过外边调用的时候 可以为它随机传一些你想用的值 当然这里根据实际开它的时候 用到什么 咱们才使过什么 是这意思吧 那现在三个参数了 我能不能传第四个参数呢 这场地再保险一下 我能不能传第四个参数 我这会再传一个 你刚才看的没有第四个参数 是看这个有三个参数 对吧 对吧 能不能传第四个参数 比如说 DEMO 对吧 那说他传第四个参数 这会是不是也传一个 对吧 对不对 看一下 可不可以 可以吗 是不是来一个警告 对不对 最多什么 是不是三个参数 不行 当然了 如果我们在这块 看一下 我不传第四个参数 对吧 但是我这会传了第三个参数 这会是不是只能 这会比如说就两个参数 那些第三个参数 但这会是不穿三个参数 这是没有接受的 那这种情况会不会发生问题 不会吗 是不是这样的警告 对吧 看到了吗 有这样的警告 但程序会不会有问题呢 程序不会有问题 所以对于这样的注意警告的话 我们完全可以怎么的 临时的评递一下 是不是 可以去这么解决 那这就是我们这个函数的全部的语法功能 对吧 有用到的地方 但也不是非常常用的一个函数 好吧 所以大家呢 可以作为了解的使用 但是咱们讲这个的目的 让你好好透彻的理解 回调函数 这是很有必要的 对吧 不然的话这个函数 我也不会这么细的去讲 对吧 也让大家学习参数怎么用 回调函数的参数怎么用 所以呢 咱们再详细的说了一下这个函数 OK 你可以作为了解的 但是注重咱们P2P学习的语法 因为现在咱们是在学习阶段 OK 好 大家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细节 可以看一下手册 真的吗 如果大家没看明白 对于咱们这个知识点 你可以再看几次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咱们这节课 一个函数的介绍 就到这里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